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你好 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殷伟 不论哪个古代文化体系中 军队的取水标准 几乎有全球性的共识 饮水必须来自足够量的 流动的清洁的水体 所以军队驻扎地 有防御要求的城乡聚居点 要尽量靠近河川与景眼 远离沼泽与死水潭 但便尿的处理 就没有这么统一明确的标准了 在任何一种古代文化里 首先重视处理便尿的军事行为 并非行军与野战 而是守城战 因为困居易于的守城者 得更有效地处理死尸与会晤 不然瘟疫蔓延 守备自然不战自溃 而围城里断水绝粮 城中以粪尿冲击的惨事 也不是没有 以近东地区而言 公元前15世纪的 埃及亡灵书中提到死者 在来世绝不十分饮尿 有学者考定 这就是当时埃及 与近东地区围城战 给技术者留下的惨烈印象 以远东地区而言 在公元前40世纪 至公元前50世纪时的守城战事中 已经开始规划厕所 墨子 贝城门描述了军人的如厕轮般 城上 武师不一厕 与下同混 知厕者 不得操 墨子旗帜中描述了民房的厕所规格 为民混 圆高12尺以上 野战 行军等宿营的便尿 在近代以前较少被重视 因为野地宿营是临时居所 拔营就走 在收拾便尿上 非力气显得不值 专门描述处理便尿 巫巫的营规等军事守则 要么是在攻占坪仁的时代出现 宿营成为大数量人群的生活常态 要么是在防线固定的军队中出现 军营大多有半永备或永备性质 圣经《生命记》记载了公元前13世纪 古犹太人在战争中的会晤处理规范 你出兵攻打敌人 要远离一切恶事 你要在营外划定一个地方 你可以出去在那里方便 在你气血中当有一把锹 你出营便尿以后 要用它挖洞 转身掩盖排泄物 圣经《民书记》中还有战斗后 战血或触及尸体者 要在第三日和第七日清洁自己 战斗后灼烧金属制品 冲洗非金属制品 七日后洗衣回营的规范 这是现存记载中 人类最早的成体系战争卫生条例 但近东的军事卫生系统 并没有在地中海沿岸邦国当中 无断绝地传承 希腊诸邦与马基顿帝国之后的 希腊化地区 都没有留存相似的 战地清洁条例 或战地厕所遗迹 战地厕所再次系统出现 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 与罗马帝国 按学者罗伊·戴维斯 与格列汉·维波斯特的考证 公元一世纪以后 罗马军团的行军营地 在债墙与互营豪沟之间 有木板盖深沟做临时厕所 永备军营内有冲水式测沟 深度至少三米 需有石板或木板盖 水流从河流上游引入 在军营中使用后 顺下水道冲走测沟中的会晤 在英国各出土的罗马堡垒遗址 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靠近债墙与建塔处 的确发掘出规格相似的测沟 同在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的中国 没有留下足够复原 战地清洁规范的文献与遗迹 不多的相关记载 出现在三国志属书五中 量摔数万之重 其锁心灶 锁制银垒 井灶 清混 翻离 阻塞 接应绳末 侧面证明 当时中国至少 有固定制式的战地厕所 九世纪中国的官方军事规范里 也略微提过战地厕所 从通典这部政府规章汇编中 集出的《礼卫公兵法》中 有诸兵士每下营气 先会两队共决一策的条例 扎营完毕 就得马上挖茅坑 而中世纪时期的西方 军事上最受重视的是城堡建设 城堡中自然有流水冲测的厕所 但建筑体力与清洁规范 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 有显著改善 十九世纪中国的军事手册中 有较清晰的儒策行为规范 西纪光 练兵实际中规定 给军营服务的苦工外出儒策 必须登记 凡白日登策原意 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 方准开门而出 B级 还硬腰牌 取代回营 而骑兵车兵 只能夜间在营地内 自觉的侧坑当中方便 不得外出如厕 每马军一骑 每车兵二车 各开侧坑一个于本地方 玉叶及于侧中大小解 天明吹打时 玉起行则埋之 玉久住则打扫 后开门送出营外 远远弃之 夜间不许容一人出营接手 而18世纪欧美国家 开始逐渐将战地卫生机制 作为正式军队体系构成 正规的军医编制 军医著作 在当时的英法德等国纷纷出现 1752年 英国军医约翰普林格爵士 出版军中疾病观察 1758年 逢施威腾男爵 出版军营疾病 这些著作都明确指出 变尿等会晤与军中居高不下的 异病感染 窗口恶化 战斗检员 直接相关 1778年 华盛顿将军与德国外援 施特伊本南爵 将这些战地卫生拙箭 应用于卫生欠佳的 美国大陆军 华盛顿将军命令军官领头 在宿营地外 主动挖掘侧坑 并反复下令 任何随处已使的士兵 一经挡货 必须立即拿办 受军纪惩处 施特伊本南爵 定立大陆军的营规 厨房与侧坑 必须与住宿区域隔开 在营地的相对两端 侧坑需在下坡 或河流下游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持续关注大奖工会 我是因为 我们下期见